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些欧洲央行官员担心市场可能会阻碍通缩 美国失业救济申请降至18.7万 为2022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 商务部长重申中国制造承诺 誓言应对风险分散化 交易员被市场拒之门外感到震惊 魔力是警告经济可能会放缓 因为消费者疲软 请大家收看 一些欧洲央行官员担心市场可能会阻碍通缩 彭博社 一些欧洲央行官员表示担忧 市场对货币宽松的预期可能会过度放松金融条件 从而破坏抑制通胀的努力 账户发布之际 欧洲央行官员试图缓和市场对于大幅降息的预期 市场预期与政策制定者 希望在年中开始宽松政策的偏好不一致 欧洲央行认为市场预期过于乐观 并且与员工对通胀和利率走势的预测不一致 美国失业救济申请降至18.7万 为2022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 彭博社 根据劳工部的数据 美国上周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意外下降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初次申请人数在截至1月13日的一周内减少了16000人 降至18万7000人 这一数字低于经济学家调查中的中位数预测20万05000人 纽约的下降幅度最大 申请人数减少了超过17000人 商务部长重申中国制造承诺 试验应对风险分散化 南华早报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 尽管外国投资者试图将供应链多元化远离中国 但中国将继续推进其中国制造战略 王文涛承认中国加一和中国加N等倡议带来的挑战 但他对中国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表示了信心 对政策不可预测性和加强控制的担忧 导致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王文涛表示 中国将继续吸引外国投资并扩大进口 特别是在尖端技术和设备方面 交易员被市场拒之门外感到震惊 BBC 伦敦东部斯克拉特福德中心的市场村商贸者们 感到非常沮丧 因为经营该地点的公司已经破产 这次关闭导致60多名商贸者 失去了销售商品的市场 许多人对突然的公告表示愤怒和震惊 该地点的房东表示 与市场所有者的租约仍然有效 希望商贸者们将来能够重返市场 纽翰姆士议会表示 他们一直无法联系到市场所有者 摩利士警告经济可能会放缓 因为消费者疲软 彭博社 摩利士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肯莫利斯警告称 随着消费者的储蓄减少和美联储加息的影响 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 莫利斯表示消费支出的大幅下降可能会促使美联储降息 进而有助于今年的交易活动增长 莫利斯还表示 并购活动的复苏可能来自私募股权公司 在科技和医疗保健行业持有的巨额资金 华尔街正在祈祷公司将再次开始上市 经济学人 自1980年以来 美国IPO市场正经历着最长的寒冬 因为私人公司 因为对股市波动和利率上升的担忧而不愿上市 尽管最近市场有所改善 高实际利率也鼓励一些公司考虑IPO 但高管们对股市的不可预测性持谨慎态度 来自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研究人员 创建的数学模型表明 IPO市场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恢复 因为等待上市的公司 库存已经减少 印尼主持人的歧视加剧了LGBTQ人群在投票前的焦虑 南华早报 印度尼西亚的LGBTQ选民感到在政治上被忽视 并且不确定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支持哪位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对名人最近面临的偏见保持沉默 这被视为LGBTQ社区权力将继续被忽视的迹象 时装设计师伊万 古纳万 阿文格奈尔文在印度尼西亚广播监管机构批评他穿的像女人后 辞去了娱乐八卦节目的联合主持人职务 他面临的歧视体现了LGBTQ社区面临的焦虑 他们感到在政治上被排除在外 活动人士认为LGBTQ问题在竞选期间被视为事后的想法 政客们将与该问题的联系视为政治自杀 虽然同性恋并不违法 但最近对刑法的修订引发了对可能引入惩罚的担忧 因为三个伊斯兰政党支持此类措施 唯一被问及LGBTQ权利的总统候选人是阿尼斯·巴斯维丹·阿尼斯·布斯维丹 他表示他个人反对同性恋 但LGBTQ人群仍依享有与其他人相同的权利 但婚姻平等除外 活动人士认为 候选人应该寻求保证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包括性少数群体 央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 瑞士央行的乔丹说 彭·博社 瑞士国家银行S&B行长托马斯 乔丹·Thomas Jordan表示 各国央行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工具 应该专注于其核心任务 乔丹在达沃斯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上发言时认为 央行独立性是货币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 而价格稳定和支持经济的狭隘任务 证明了这种独立性是合理的 他补充说 各国央行没有有效和高效的工具来应对气候变化 约旦发表上述言论之际 世界各国央行正在考虑如何在不损害 其独立性的情况下应对气候变化 在债务重组之后 加纳面临着选钱支出的困境 彭·博社 加纳政府面临着压力 需要向投资者证明 在债务重组过程中能够控制支出 同时还要面对12月份的选举 在加纳 选举年的超支是一个常见趋势 这引起了投资者的担忧 他们担心 即将到来的选举 可能会扩大该国的预算赤字 政府目前正在与商业债权人进行谈判 以期将其国际债券的本金减少40%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抵制过渡支出 可能有助于成功结束债务重组计划 瑞士钟表公司的警告对劳力士需求的影响 金融时报 英国奢侈手表零售商 Watches of Switzerland Wars 发布了一份盈利预警 称其股价下跌了25% 原因是英国市场需求疲软 Wolf表示 在圣诞节前后 其交易表现波动剧烈 潜在需求较预期更为疲弱 更依赖促销活动 Wolf首席执行官布莱恩 达菲指出消费者在节日消费上 更加关注时尚 美容 酒店和旅行 而不是奢侈手表 该公司预计 本财年的收入将在15.3亿英镑 至15.5亿英镑之间 低于之前的指导范围 15.5亿英镑 至17亿英镑 Wolf将这一下滑 归咎于无品牌珠宝 和中档手表的放缓 预计下半年不会有复苏 劳力士占据了Wolf销售额的 55%至60% 中国经济真的在2023年 增长了5.2%吗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 彭博社 对于中国官方GDP增长数据的质疑 已经导致了一种替代计算的市场 尽管有共识认为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 消费回升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对于北京方面的投资数据 存在争议 数据显示 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支出的激增 抵消了房地产的拖累 独立估计表明 官方GDP增长数据 明显夸大了中国2023年的增长 一些估计甚至低至1.5% 缺乏共识 意味着官方数据 仍然被用作市场和中国经济讨论的参考点 中国股市午后反弹 ETF交易额激增 彭博社 中国股市指数 在下午交易中反弹 一些主要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成交量增加 引发了国家基金可能参与买入的猜测 亚洲人追捧特斯拉 台湾金士顿考虑在马来西亚进行基板投资 日经亚洲 印度和东南亚的政府正积极争取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克的青睐 以吸引他们国家的投资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邀请马斯克探索在印度投资电动出行领域的机会 而商务部长皮尤时 戈亚尔则访问了特斯拉在加利福尼亚的工厂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领导人 也呼吁特斯拉老板在他们的国家投资 随着对去碳化的兴趣 在印度和东南亚蔓延 政府正专注于吸引特斯拉等电动汽车制造商 而美国则致力于将电动汽车供应链与中国分离 VanFest 2023年 汽车销量未达目标 电动汽车采用率放缓 彭博社 越南电动汽车EV制造商VanFest Auto 在2023年交付的电动汽车数量少于预期 理由是电动汽车的采用率放缓 该公司去年共售出34,855辆汽车 低于其目标 尽管第四季度的交付量有所增加 但VanFest表示 经济一风和某些地区的电动汽车采用 缓慢影响了其交付计划 自2021年首次交付以来 VanFest已在全球累计售出42,291辆汽车 该公司曾预测2023年的销量为45,000至5万辆 VanFest正在北卡罗来纳州建设一个制造工厂 并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建厂 泰国维权人士因在Facebook上发帖侮辱皇室成员 而被判处创纪录的50年徒刑 南华早报 一名泰国男子因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君主制 而被判处50年监禁 该判决是泰国严格的皇室侮辱法下判处的最长的刑期 这名男子名叫Monko Seracot 最初被下级法院判处28年徒刑 但在上诉时被增加到50年 保护泰国国王及其家人免受批评的冒犯君主法 通常被称为刑法第112条 这一判决出台之际 泰国增加了对民主抗议者有争议的立法的使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新闻吧 一些欧洲央行官员担心市场可能会阻碍通缩 他们表示 市场对货币宽松的预期可能会过度放松金融条件 从而破坏抑制通胀的努力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语 狗追尾巴 央行试图缓和市场对大幅降息的预期 但市场似乎不愿意听从 这让人想知道 央行到底是谁在追谁的尾巴呢 不过 在美国的失业救济申请 却降至2022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是个好消息 意味着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在改善 不过 摩利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却警告称 消费者的疲软可能会导致经济放缓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语 虎落贫阳被犬欺 消费者的疲软可能会让美联储降息 但也可能让经济增长放缓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呀 在中国 商务部长重申了中国制造的承诺 表示 中国将继续推进其制造业战略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语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味道是什么 尽管外国投资者试图将供应链从中国多元化 但中国仍然表示将吸引外国投资并扩大进口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外国投资者试图离开中国 而中国却在吸引他们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 伦敦的市场村商贸者们感到非常沮丧 因为经营该地点的公司已经破产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语 百闻不如一见 商贸者们对突然的公告表示愤怒和震惊 但房东表示希望商贸者们将来能够重返市场 这真是一个让人心生同情的故事 希望商贸者们能够重新站起来 最后 泰国一名男子因在Facebook上侮辱皇室成员 而被判处50年徒刑 这是泰国历史上判处的最长刑期 这引起了人们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关注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俗语 言论自由是金钱所不能买到的 言论自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石 但在一些国家 这个基石却被压制 这些新闻故事都引发了许多讨论和思考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和我分享 感谢观看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设计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询供 这些地方 这个地方 设计